200斤巨石剧烈砸下都毫发无伤的油罐车 随着其内部空气不断抽走 10分钟后整个油罐轰然瘪塌 这便是大气压墙的威力 那么人们最早是如何发现大气压的存在的 又是如何证明的呢 这就不得不提发生在17世纪的托里差利实验 以及马德堡半球实验了 1643年意大利科学家托里差利 首先进行了实验证明了大气压墙的存在 它在一个长于一米的玻璃管内灌满了水银 排出空气后用一只手指紧紧堵住玻璃管开口端 将玻璃管倒插在了盛满水银的槽里 等到开口端全部进入水银槽内时 松开手指便可以发现 水银叶面在不断下降 等到下降趋于稳定后 测量到的水银叶柱与水银槽中 水平叶面的数值高度差约为76厘米 此时逐渐倾斜玻璃管 发现管内的水银柱数值高度并未发生变化 依旧是76厘米 而当倾斜到一定程度时 管内便充满了水银 说明管内并没有空气的存在 在管外的水银上面有一个压强 这个压强跟管里76厘米高的水银柱 产生的压强相等 由于管外只有空气 所以作用在管外水银面上的压强 只能是空气产生的 也就有力的证明了大气压的存在 这个试验很快就传到了当时的罗马 但罗马民众对于大气压的存在 却始终抱有怀疑的态度 于是在1654年 罗马马德堡市长就当众进行了一项试验 他制作了两个直径约为35.5厘米的空心铜半球 在黄铜的半球壳中间垫上橡皮圈 再把两个半球灌满水后合在一起 然后将水抽出 使球内形成真空状态 最后将气嘴上的龙头拧紧密封 这时大气压强就将两个半球紧紧的压在了一起 然后用两队人马向相反方向拉两个球 八匹马火力全开 两个半球都没有任何动静 最终在16匹马的努力下 两个半球之间发出了巨大的响声 分裂了开来 究其原理就是因为在抽气前 半球内部的压力等于球内的大气压 抽气后半球外部压力 就会大于内部压力 并且半球内部为真空 就好像大气压压住了两个半球 所以必须用较大的力 才能将它们分开 其实人们很早就对大气压进行了利用 比如我国源起于公元四世纪的把火罐 过去用竹筒或牛角 现在则是用陶瓷杯或玻璃杯 火苗进入罐中后 内部空气受热膨胀排出罐外 与人体贴合后 随着罐内空气温度的不断下降 气压小于大气压后 就将火罐紧紧地压在了皮肤上 同时人体内的压强 又将该部位的皮肉压入罐内 这么一来就达到了治疗疼痛的效果 再次遇到油漫度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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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